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這一集我們要介紹 每個人家中都該有的潤滑劑 WD40 WD40呢 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使用方式 不過很多都是胡爛的 很多都是錯的 於是呢 WD40這間公司呢 就讓我們超人真少年 來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介紹 WD40到底應該如何正確的使用 看看 早晚知道這一家公司絕對會找上我 WD40呢 就在業界裡面 又稱之為男人的香水 真噴耶 馬上第一個示範 常常就把你贊助拿掉 各位朋友不是這樣子用的 這會蛋香 在業界呢 人家都稱WD40為男生的香水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它在工業上 跟生活一般家庭上 都廣泛的被使用 所以你每次你噴一噴噴一噴的時候 你身上就會跟著有WD40的香味 所以在業界就會出現有這種梗塗啊 還有其他各種的WD40的 謠傳跟傳作啊 WD40呢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潤滑劑 或者潤滑油的一個品 而它是一個品牌 也就是說WD40它是一個牌子 它Logo旗下有非常多的種類 就很像 賓士GLC C-Class G-Class GLA 那它就是有不同的種類 大家可能都以為呢 WD40它只有這一種 或者是旁邊這種淡香味的一種 但其實呢 WD40還有非常多種 同樣成分 不同的包裝 就像它們有不同的種類 一般型的 然後旁邊有個小吸管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之後新發明出來的呢 就是有這一種 就上面可以噴 噴 然後下面這邊 滴起來 跟在噴砂溶劑一樣 噴 噴 所以 噴到了我輸了 除了基本款呢 WD40它其實還有非常多的 隱藏版 好比說我們左邊系列的這個叫做 潤滑型 像女生 保養品 有去角質 保濕潤滑 現在我們男生也有了 他也在激動什麼 其實呢 WD40它在國外使用的種類非常多種 但是台灣大部分的人都只知道中間這一種 那它其實有分很多 好比說 Full Grap 食品級入滑液 我們有一些機台嘛 它是要拿來做生產水餃啊 麵條啊 然後你上面要潤滑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的話 就會吃到 WD40的味道 你要問什麼 我們今天晚上 幫大家看有幾個拿一些比較奇葩的喔 矽膠質的潤滑劑 High Performance 高表現什麼意思 表現有意義啊 表現得很好的 WD40 能力出眾 與眾不同 它這就是矽膠質的 左邊都是屬於 是保濕潤滑啦 平常保養 很重要 不要等到生鏽的時候 再來靠北 右邊這一種呢 它這個叫皮帶保護劑 像是空壓機的那種皮帶 就是人家用水煮的那種 然後或者是我們騎重機 你的重機有鏈條式的嘛 跟皮帶傳動的嘛 皮帶它都可以用 它們的種類實在是分得非常多種 好比說連像我們做鏡面的強力儲存劑 也就是拍照的攝影機 還是顯微鏡 來不要拍一下 Don't shake 它上面寫說Don't shake 不要咬 當然其他還有剩下一些很多很奇葩很奇怪的 當然我們為了要多算它們指示業配 我們就不要一直介紹 這樣可以嗎 我們婉轉一點講 我們為了想要多拍幾支 可以大家更詳細的介紹 麻煩WD40長期的投資我們 這當中當然還有非常多很奇葩的 比如說WD40的冷氣清潔劑 不一樣的口味的 蒲公英香跟 這是什麼小柑橘 還是 不是太陽花吧 是 花香 不是啊 這是什麼花 小麒花 小麒花 大家要不要噴我小麒花的香味 這是什麼花 小薯菊 有點粗 WD40的種類既然這麼多 那它到底一開始的工業原理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用最基礎的跟大家介紹 它們的功能呢 總共有 潘滑、防鏽、保養、清潔、除鏽 這五種功能 撇開剛剛那些有一些精密清潔啊 或者是防電容的啊 然後鏈條的一些特殊種類 所設計出來的WD40之外呢 5G堂買得到的WD40 通常就是把這五種功能把它合而為一 就叫5in1 而WD40呢 大家都以為它是潘滑劑 其實呢你要把它解釋成叫做隔水劑 在最早一開始呢 WD40它是為了讓火箭升空而去研發出來的成分 它就是利用一種物理滲透的原理 把你的主要的弓箭呢 然後塗上一層隔水劑 所以它能夠防止它生鏽、水分的沾黏 也可以防止它因為生鏽的關係 所以火箭在升空的時候 它的空氣力學會被它受影響 而這一類的化工產品呢 它在上面當然有一些它的化工成分啦 所以以WD40它主要的化工成分就有這些 除了石油的基礎油之外呢 它就是脂肪逐碳的氫化合物 再加上CO2就是成為它的推進器原料 所以每次在噴的時候 它為什麼會 那就是用CO2去推動它 很多人都會誤以為 為什麼WD40它的液體好像感覺比較少 但其實是因為很多人的潤滑劑 或者是他們的壓力罐 它裡面用的是瓦斯去填充的 我們小時候玩那個瓦斯槍 還是我們在灌那個防風打火機的時候 不是都會用那個瓦斯罐嗎 然後你聽著裡面的聲音 它在搖起來的時候裡面好像有液體一樣 但它其實噴出來的時候是氣體 所以WD40它裡面因為填充的是CO2 裡面所感受到的液體 它就是潤滑劑 有一些它可能裡面灌的是瓦斯 然後作為推進器 所以你的感覺就會覺得 它量好像很多 但是它其實壓起來的時候是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呢我們也幫大家準備了幾個示範 讓你可以在家中建立你的地位 而且只要花小小的錢 用一個潤滑油就可以解決了 首先各位好男人 要如何表現在家裡是有用的人呢 就是呢你可以一開始先去找各種盒子 它只要會發出鼻鼻鼓聲音的東西 噴一下 每個人家中都有一個可愛的老盒子 就任何只要有金屬鼻鼻的聲音 找個意思 把它噴一下 然後呢讓它滲透進去 注意聽 有沒有 すごいね 鼻鼻不見了 不過它是因為它是物理性的滲透 所以你不用把它想像是化學腐蝕性的滲透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些經過50年轉不起來的螺絲 像這個 這個就很像我們的那個門把 你只要你家裡開門會有聲音的 那就是拿這個盆一下就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晚上你想要偷偷的偷跑出去嗎 WD40拯救你的環境 你不會拿去哪裡 出外應酬 你的小三被抓到了嗎 WD40拯救你的家庭 各位老闆朋友 我想這一集 應該是這個步驟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學好 首先呢 先拿一個碳精紙 放上去 然後呢 從餐飲食的背後 隔著口紅液 噴上WD40 等待餐廳一分鐘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可以拿出另外一張餐精紙 把它噴在上面 然後打開 沾它 好 好 你晚上沒有出去玩 你只是去工廠工作 我早晚是10工廠 大顆刀 小顆刀 你看幾千庫都是WD40的臂 拯救你的家庭 所以基本上你家裡買一罐 它可以解決你各種煩惱的聲音 uncovered 你家有個瘋狂的小孩 喜歡用辣鼻畫牆嗎 爸 你看我現在 围 Labare coordin Program win 我讓你看 大 超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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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夥第40 可以幫你解決很多的問題 首先準備一條細纖維布 還有WD40 噴它 噴完之後 不斷重複 然後再拿乾的纖維布再擦一次 WD40清除你的貼紙 我們在家中 都有很多貼紙 你想要除 除不掉 通常貼紙沒除掉 你東西就先受傷了 那WD40呢 它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從側面去噴它 讓它滲透 當它滲透到貼紙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地把它撕起來了 就這麼簡單 好 繼續挑戰 這誰的啊 新端載 這一關下賣多少錢 默默賣199 那你什麼呢 500 500喔 你叫我自己買一個新的 什麼啊 鬼缸啊 你家浴室裡面的禁止水汁 也可以用WD40解決它 首先 直接把WD40噴在你禁止上 然後等待它 然後把它擦掉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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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同卡 它除了以上這幾種潤滑、清潔、防鏡、除鏽之外 還有在工業上的基礎使用 它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也就是結緣 阿彌陀佛 跟大家結一個扇緣 不是 其實它是絕緣 也就是它是可以使用在电器产品上的 大家有看到我们之前的影片 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渗透性隔水剂 也就是说它在电器产品上 它一样能够吞灑它 它能够排挤出你在电器里面的一个湿气 造成绝缘的效果 在官方的书信上 它的绝缘条件能够到3万%伏特 但是为你的安全还是先断电再来喷 比较好 总而言之 WD40除了除锈防锈润滑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种类 还有很多的工人 在隐藏性的工人 我们有机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好好的介绍 而在这一集呢 他们有推出一些活动 什么活动呢 Fexy Challenge 它会有两个比赛 一个是投票的 一个是官方选出来的 所以看你可以用WD40使用什么样的利用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官方颁发的3万块奖金 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真少年 你还有什么传奇的WD40使用方法 那你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 我们下一集就会拍给大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Shift your family 绕救你的家庭 你有听过WD40可以杀张吗 你知道WD40就是喷一条 然后蟑螂爬过去 这样蟑螂都会死 因为被排水 大家会想看这个鞋吗 还是我们趴在这里 然后喷在我身上然后排水 还是我们去买5000只蟑螂 然后我们人躺在这里 然后WD40喷一圈这样子 看它会跑进来 好恐怖喔 哎呦 不舒服这种歌 还是我们帮蟑螂办超度法会 好恐怖喔 好可疑 好可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